哎呀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别忘卿力搁 哎呀 文贵大骗子 太好了 五毛 你看我骗子 我都骗了这游艇 那史诺为史不说了吗 这船飞机都是马剑部长在海外的安全基金 那好啊 那你来骗骗呢 史诺为史 立贸无 立贸瓶 也来呀 是不是 我就在这呢 对吧 郭文贵是大骗子 那世界上没有几个不是骗子了吗 哎呀 你们这些家伙啊 五毛啊 为史啊 史诺啊 我的飞机啥时候买的 你查查去啊 查查去 我买飞机的时候 我跟中东没有合作 我买飞机的时候 跟马剑也没有合作啊 郭文贵我盖河南玉大国贸的时候 3.6亿美元 还没马云呢 没什么大连万达的 也没有什么恒大的 你听说过哪个老板那个时候 一九九一年到九七年 你见中国谁玩3.6亿美元了 郭文贵要是骗子 那中国需要一万个一千万个骗子 中国就强大了 骗子都在中南海了 这个孙力军啊 竟然狂妄地说 这个十九大 还是江家说了算 还是孟说了算 王岐山说了算 然后劝我和周亮 打个电话 说和就算了 这是孙力军的原话 我看这个十九大 习主席非常之伟大 我看他不会再让上海说了算了 如果再有百分之一上的上海的权力 我告诉你 中国共产党一定灭亡于 十二十大以前 中国人民将进入水深火热 他说 未来二十年真的会大乱 因为他们获得的政权不是想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更不想是维护人民的利益 他们是维护他们盗国贼的利益 是四万美元在美国 四万亿美元呐 四万亿美元 他们要维护这些黑色的利益 和按需杀人的证据 丑闻不被揭露出来 哪有什么人民的利益啊 孙力军你代表江家 你就敢控制国家了 这个吴征你个戴绿帽子的 你带着你老婆到处你当爹迷 当爹迷物 到处胡说八道 你在美国你竟然说你彭丽媛女士请你吃晚餐 求求你了 帮助把郭文贵弄回来吧 求求杨兰了 还给杨兰买衣服 你真敢胡说八道 这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都被你给骗了 人家问我的时候很多人在场 你说我听着我哭不得笑不得笑 吴征啊 我刚才看到朝昌清先生的录的视频 我才想再说几句 你说朝昌清先生 朝昌清先生 花这么多时间调查这个痞子 这个流氓骗子 竟然是十几年来在中国被共产党和政府作为一个情报人员 继继续形态 天理何在 这国家还有救吗 竟然在上星期在华盛顿 在纽约代表习主席 代表彭丽媛女士 彭丽媛请你吃饭 你开什么玩笑啊 彭丽媛洗脚水都不会让你喝 他都觉得是个侮辱 人家是好人 等一会儿 谢谢 等一会儿 谢谢 你俩吃 哎呀 人家请你吃饭 杨岚无声 哎呀 爹迷雾 吸脚水都不会让你喝人家 人家有过一点点做人不恰当的吗 我觉得中国选了彭丽媛当第一 我第一次说这话 是我们山东的 山东老乡 选她做第一这个中国 咱不能叫第一夫人啊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夫人 我认为给中国女性争了面子 大起 行为 思想 人家过去历史 那都是给中国争面子的 对不对 多争面子 人家教育的孩子 人家的文化 人家的艺术修养 懂艺术就解 会唱歌的 不懂艺术 不一定懂艺术 他是真懂艺术 谁我没见过 谁我不认识啊 人家是艺术家 你们是骗子 玩嘴的 会讲点英文 是骗子 骗子 骗子 是当爹秘的 你竟然在美国 在纽约敢这么骗 我今天我听了曹长青先生的这个视频 我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了 然后 曹长青先生没搞明白的事 吴增的亲爹 就是孙立军 他的副制的爹 就是孟建柱 私下里边的这个搭档就是北京市安全局局长李东 李东的白手套就是袁文亥 袁文亥啊 该吃吃该喝喝那个 袁文亥啊 这个李东现在所有的对文贵的骇客 所有在美国 大家不要忘了警察是国内执法 安全部是国际的 所有的都是安全部执法 李东和孙立军指挥着干的 所有的网络骇客 所有不止到海外的人 都是和李东安全部和孟建柱孙立军来搞的 绝大多数是国安的人 所有在美国绝大部分的特务 都是由李东来领导的 由袁文亥同志是给罚签了啊 罚签了 这个孙立军是打着孟建柱的名誉 那绑架了孟建柱啊 那就是已经是搞的已经是 那已经男体不分啊 大小不分 那根本就是善格不分了 流氓集团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他们的大老板就是江家 那么都是以上海帮为基地的江家 那么吴增就是上海里边出来的 培养的小白骗子 就是过去历史上 杜月笙那个时候 黄金融时候 上海有几大帮派 又叫白连党 白连党 白连党就是骗子啊 带着老婆 带着女人 女儿 也有可能是真女儿 也可能是假女儿 到处跟大佬睡觉 骗子 这就是吴增 爹迷雾的真身 那么他打着孟建柱啊 用着李东的司法权力 然后这个外交部的那个王毅 那么百般的受制 绝对是 那是让他干啥他干啥 王毅那水平 给我那王彦平当助理他都不配 给我的王彦平当助理都不配 他只能给我王彦平这个同志 我那个助理啊 开开车还差不多 还当外交部长呢 整个就是一片子 傲慢自大 自恋狂 外交人员的心理素数第一天懂得尊重别人 你看他跟人家那个澳大利亚当年的外长 说那句话 国防部长 人家齐齐王毅都骂他 美国的几个外交官 一说王毅就说狂妄 妖魔 骗子 所以说他们利用了外交部的王毅这个小白脸 他们又用了李东的这个国安的系统 他们又用了孟建筑这个干爹亲爹 然后孙力军加李东绑架了习主席 打着习主席的幌子和彭立元幌子到处照摇照面 然后王岐山是江家的大的杀手利益集团 然后王岐山又给他布置了华尔街 所有过去高盛派 摩根斯丹利派 他们给他打电话到华盛顿去 要把郭文贵遣返 结果吴曾就开了大量的借机骗钱 哇塞 骗钱骗色呀 就这么发生了所谓的一出又一出的黑郭文贵 造谣 华盛顿邮报 强奸案 九个官司的董克文 还有什么邪剑生 这个邪剑生去哪了最近咱没发现呢 还有没有发现的